哈喽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到的就是 十瓶 平价又好闻的南乡 现在香水越来越贵了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瓶 性价比高又值得入手的好香 那就一定要继续看下去啰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 欢迎你 我是Chloe 这是一个专注香水香氛蜡烛 所有与香气类产品有关的频道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一个香气的爱好者 那就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每周两次的更新咯 感觉现在喜欢香水的人真的越来越多了 那香水的价格似乎也是越来越贵 但我始终相信香水好不好闻呢 与它的价格并不是一个直接的等号 所以在今天整理清单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真的找到了不少便宜又好闻的香气 完全是超过了十瓶 所以我可以先给你一个预告 今天呢会是第一集 我还准备了第二集便宜又好闻的南香chippies 也可以借此呢给你提供到更多买香的灵感 那说到这些平价的好香或者香水的chippies呢 那我们也给它稍稍定一个准则吧 那今天所选到的香水呢 全部都会低于70美金吧 当然啦香水的价格呢也非常取决于你购买的渠道 那价格也会差异蛮大的 但这个呢大概是你能在一些打折的香水网站上面能买到的价格啦 尤其是当中呢有不少就推出时间已经比较久了 你是完全不需要用正价把它们购入的一些香水啦 好那首先第一集的十瓶香水呢 我感觉是一些大家会比较熟能详吧 有好几瓶呢也是我觉得如果你有在关注香水的话呢 肯定也能看到很多其他人也推荐到它们 我更多呢只是把它们总结并放在一起 让你想要买香的时候呢可以直接点开我的影片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这几瓶非常热门的 性价比非常高又好闻的香气吧 那首先来说到的第一瓶呢 这一瓶呢也绝对是我心中 如果排男生chippies的前三名一定在当中的 说的呢就是Lalit他们家的墨链这一瓶香气啦 这一瓶呢是他们最classic最原版的 这个Anquo Noir的香水 但如果你已经收过这一瓶了 那又或者是你想要一个辨识度更高 更独特 同时呢成熟感也要更强一点的话 我会更建议你去入手他们家的 Anquo Noir Extreme的版本 相比起这一瓶呢 那瓶呢整体的香气要更深邃 也多了大量具有烟熏感的焚香气味 非常适合在秋冬天里面去把它使用起来 但要说到能够适合不同的年龄层 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场景更百搭实穿的香气 那他们classic的Anquo Noir呢绝对是首选 这瓶Anquo Noir的香水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推荐 我感觉还是很有原因的 首先呢它是一个纯纯的木质香调 可以说是一个传统意义上非常男性化的一个香气 但我知道现在也有很多喜欢中性香的女生会享受穿上这一瓶香水 在这瓶香水里面你能闻到了一些芳香植物 草本植物自然散发的清香 搭配着柏树与香根草这种纯纯的木质调 一个干燥的木头 但同时也为你带来了一种儒雅的酥卷气 里面芳香植物的绿意 里面一丝的烟熏感 这一些都控制的刚刚好 让你不管是正装打扮上班上学 或者休闲的活动当中都可以轻松的摆搭的用上它 那第二瓶来说到的呢 也是一瓶我心中南香chippies的前三名 又或者说如果让我选南森香水的前五名 应该也会有它在当中 说的呢就是娇兰他们家的韦之华这瓶香水啦 那这瓶香水呢我其实真的多次在影片当中推荐过了 不管是南香中性香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好闻的气味 我自己作为一位女生呢我也是很愿意很享受穿上它 那之前呢有看到一个留言 我感觉你是在鼓励我想要让我开心啦 所以我在推荐韦之华以后呢 韦之华的价格好像有上来一点 那不敢当绝对不敢当 但的确我觉得近期呢 我再去收了一下韦之华 真的看你购买的渠道啦 但真的有可能会超出了 我今天定下来的这一个chippies的一个价格段吧 这瓶充满了柑橘香调与绿意感的香根草气味呢 一个完全无性别 是我心中一个带着低调奢华感的南香呢 近期价格好像真的有越来越高了 因此呢很有可能会超出了今天我为这一个男生chippies 所定的这一个70美金的价格段吧 又或者说你已经拥有了这一瓶 我觉得所有男生都应该拥有的韦之华这瓶香水呢 我今天就给你来推荐到 娇兰他们这一个南香系列当中的香根魅力这瓶香水啦 这两瓶香水呢看上去很像 那韦之华呢是一个绿色的盖子 然后香根魅力这瓶呢是一个黑色的盖子 这样子可以更清晰的去区分他们 而且他们的名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会把名字都放在我的资讯栏 那这瓶香根魅力的香水呢和韦之华呢都一样 是一个充满了柑橘香调的又带有绿意潮本感的一个木质香 但相比起韦之华呢 这瓶香根魅力的香水呢会多了一个由薄荷天竹葵 香彩表里面说的是狼母酒 但我真没感觉到我闻到的更多会是像琴酒或者说福特加酒 那种充满了冰块又带有凉意感的草本的酒香调 而这一个淡淡的凉凉的酒香气呢 让它比起韦之华呢会多了一份玩味感 也多了一点点贵公子身上会有的气质 而这一瓶名声热门程度并没有韦之华这么高的一个香根魅力的香水呢 有机会一定要尝试一下咯 下面来说的这瓶呢是一个非常适合学生们或者运动后来用上的一个男生的吃屁 说的就是Aka Kappa他们家的白苔这瓶香水啦 就如果你是刚刚接触香水 刚刚想要开始用香水 你是钟爱那种微体香感的 或者说提供到给你洁净感的香气 那么Aka Kappa他们家的白苔呢 就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 我自己个人并不是非常享受就是噪感很强的香气 然而白苔呢是我觉得一个 它并不是通过大量的泉香水深这一些来制造了洁净的感觉 而是通过了里面大量草本的气味干净的色香 再加上一个干净年轻的雪松木质调来制造了洁净感 相比起市面上大量的噪香 我觉得这瓶呢会更像是一个洗完衣服以后残留在这个干净的衣服上面淡淡的洗衣粉气味 绝对是一个容易讨好任何场合都不会打扰到别人的无脑香水选择啦 好接着就来说到Burberry他们家的Burberry London新伦敦香水啦 那这瓶香水呢也是在我的频道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 新伦敦呢是一瓶闻上去绝对绝对不止这个价格的香气 新伦敦呢也是一瓶如果让我选男生的秋冬香 前五名一定会拥有味质的一瓶香气 它是一个明确带有温暖感的辛辣东方调气味 一个非常适合在带有一点寒风阴暗一点点的 或者烟雨蒙蒙的气候之下把它穿上的一个气味 从你闻到香水的那一刻开始身体不自觉会暖起来的一个感觉 香水里面的肉桂红墨药这一些都让整瓶香水的气味变得非常的温暖 而在这个温暖的辛香料下面 你还可以闻到了那一个绿意很浅的非常好接受的草本植物 搭配着皮革粉粉的玉创木再加上烟丝的烟草味 而由肉桂引发出来的这个淡淡的甜味 也是一股男生都很容易接受享受穿上的一个甜味啦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瓶性价比非常高 怎么喷都不会心疼 同时又超级好闻的秋冬南香 还没有试过Burberry他们家的新伦敦 怎么可以呢 一定要找机会去闻闻看哦 接着另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它热度的一瓶男生chipies呢 说的就是Banley他们家的绝世极致这瓶香水啦 这瓶绝对是南香当中一个非常值得入手的 明显带有酒香气烟草味的带有甜味与温暖感的一瓶香气 近来呢酒香气的香水也是越来越受欢迎了 更有不少小众的沙龙香或者设计师的高定系列呢 都推出了酒香的香水 但是它们的价格都非常的昂贵 这个时候会让你更感觉得到 Banley他们家的绝世极致这瓶香水的性价比之高 绝世极致呢虽然被定位是一瓶男香吧 但在我心中它是一个完全无性别的香水 我也是很愿意在秋冬把这个气味给穿上 香水当中那个恰到好处带有甜感的肉桂 再加上稍稍带有绿意感的月桂叶与快乐酥微草 又为这瓶酒香气的香水带来了一丝的清新感 而更重要的是里面那迷人的郎母酒酒香气 再加上那一丝一丝慢慢飘入你鼻腔的焚香气 整瓶香水的气味是这么的饱满 让穿上它的人呢每一刻都是这么的享受 而整瓶香水的一个扩香能力和持香能力呢 也是非常优秀的 在这个价格段能产出如此美妙的气味 你怎么可以不尝试呢 好接下来说到的这一瓶呢 是过去的两三年间吧 热度非常高的一个男生的chippies 说的就是Rushas他们家的 胡须EBP版本的这瓶香水楼 记得是EBP淡香精的形态 不要买错了EBP淡香水的那一瓶哦 胡须的这瓶香水的EBP和EBP 香气上面是有着很大差异的哦 那我手上的EBP这瓶香水呢 之前价格一直都是非常美好的 自从大家发现了被很多的博主都推荐它作为了 YSL他们高定系列 Tocito的那一个香气的一个评价替代以后呢 这瓶香水的价格就登登登的往上涨了 而且很多地方都断货了 但放心在我拍影片的当下呢 我发现很多打折的香水网站呢 这瓶香水已经很好买了 价格也已经稳定下来了 所以它完全值得被放入今天的清单当中 的确和YSL他们家的Tocito那瓶香水 在人与人礼貌的一个距离之下呢 香气是非常相近的 要说最大的差异呢 是Tocito里面会比起这瓶香水 多了一个稍稍带有动物感的 硬挺的一个皮革调 相对而言呢 Tocito的一个甜味也要比起 这瓶Moustache的香水要低一些些 但完全不用担心 尽管是我手上的这瓶香水 里面的甜度都是我觉得男生 很好驾驭很容易接受的 而且你能闻到它的甜味 是一种来自于酒香的甜味 而不是那种甜点或食物的甜味 香水的前调你会先闻到了 并不是非常辛辣的粉红胡椒 再搭配着一个蛮清新的柑橘调 接着这香水里面 那个充满了温暖感的香汁 搭配着甜甜的酒香 与一个稍稍带有药感的广惑香 结合着甜甜又粉粉的 一个Vanina香草的气味 就会涌上来 成为整瓶香水的一个主体 这个充满了高级感 又有魅力的 男生都很容易穿戴上的美食调 相信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也让它稳稳地成为了 一瓶很适合在秋冬天 把它穿上用起来的 男生评价好香 好的 说了几瓶呢 明显具有温暖感的 非常适合在秋冬来使用到的 评价好香以后呢 来分享一瓶呢 价格真的有让人感动到的 特别选给钟爱 富奇香调的男生们的一瓶香气 说的就是Sarity他们1881男士香水啦 如果你是钟爱芳香植物 草本植物 富奇香调 钟爱一些带有绿意感香气的男生来说 它真的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香气 整瓶香水呢 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三调变化 从你穿上的那一刻到这一瓶香水 可以在我身上 尤其如果你喷到衣服上面 稳稳地达到超过十小时持香的情况下呢 一直给到你的都是一个 又清新又疗愈的草本气味 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富奇香调 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 包括了薰衣草 杜松 柏树 橡木台 广获香 等等的这些气味 但它和市面上大量的这种男生的富奇香调 我感觉最不一样的是 它里面并没有那一种男生的理发店里面的 那种所谓的Brabbershop的气味 如果有的话 我觉得它也只是有着那个芳香 并没有着里面的那一种洗发水啊 或者肥皂水感觉的香气 这个是让我对这一瓶富奇香调 更热爱的一个地方 在喷上它的时候 你仿佛是走进了一片 长满了芳香植物的大树林里面 闻到了这个树林里面 有干燥过的 有新鲜的草本植物 有着大树木的那种木质调 也有着树林里面 你能感受到那个阴凉的氛围感 是一款能提供别人洁净感 舒畅感的同时 又不失优雅与斯文气质的一个气味 不管是上班通勤 其他的场合需要 尤其在春夏天 我感觉喷上它都是完全不会出错的啦 好接着来说到一瓶非常classic的 推出时间蛮久了 包装呢也蛮古典的一瓶南香吧 说的就是Bushon他们家的香送南式香水啦 这瓶如果没有闻过 我一定会被它外表所劝退的一瓶香水呢 真的不要因为这瓶香水的外表 放弃了去尝试它 我感觉Bushon其实真的是一个 很适合去寻找评价好香的一个品牌耶 而他们家的这一瓶香送南式香水呢 在你刚刚喷出来的时候 是一瓶三调变化非常明显的 有着截然不同感觉的一瓶气味 刚刚喷上它的时候啊 你仿佛是走进了一片 长着一点红红黄黄的小果实 一点点小花的一个树林里面 就是树林里面的木质调 芳香植物的那种绿意 依然是主角 但是你绝对能闻到香水当中 那个淡淡的花香与稍有甜度的一个果香气 但这里的果香绝对不是那种俏皮可爱 具有少女感的果香气 只是为这一瓶香水带来了更多的辨识度 带来了一抹新鲜感 接着随着你穿上的时间越长 香水就会转换成为一瓶带着 康乃兴天界菜 这一些淡淡滋粉感的一个花香 与古典香水特质的气味 在这一个带有滋粉感的花香气背后呢 你还能闻到了木质调的香气 为你很好的塑造了一味 对于打扮很有自己想法 会在意自己外表 自带气场的一种男人味 是一味翩翩绅士 他的西装外套上我能闻到的香气 也绝对是一瓶呢 闻上去绝对不止这个价格的一个气味 很适合你有需要dress up 需要正装打扮的重要场合来喷上它 而我相信喷上它的你 也绝对能在一群的男生当中凸显出来彰显你的品味 好下面就来说到 一个我觉得男香当中非常爱用到 也是男生非常享受穿上的一个香材 为主题的一个评价好香 说的就是Frank Olivier 他们家的Sunrise Vetiver 东方香根草这瓶气味啦 那这瓶香水呢 真的值得更多的爱 如果你是香根草的爱好者 那我感觉你真的很值得去闻闻看这一瓶 它和那种非常干燥的 或者说爱马仕大地类型的那种香根草 是截然不同的 我感觉这里的香根草 它会更偏向 娇兰刚才聊到的韦之华 或者是Krie他们家的 好像是叫做绿色盐兰草吧 的那一瓶的香根草 是那一种带有绿意感 干局调明显的 更为年轻的一个香根草气味 我有闻过不少香根草作为主题的香水 这一瓶最最不一样的是 里面是明显带有湿气感 和绿意感的香根草气味 起初的十秒钟 是我觉得它最让人不喜欢的地方 因为那开出的尖锐又超级酸色 甚至会有着一点点刺鼻 与清洁剂感觉的柑橘调 那种非常酸色的黄柠檬 再加上麻鞭草的气味 真的很刺鼻 但给它十秒钟 十秒以后 这瓶香水里面的柠檬 还有麻鞭草的那种柑橘调 当它慢慢的变得平滑的时候 那种柑橘调其实是非常清爽 甚至会提供到你舒畅感的 而柠檬与麻鞭草也会慢慢的 转变成为了一个麻鞭草 搭配着稍稍带有甜味感的一个橙花 成为这瓶香水 在你穿上的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之内 最明显的一个气味 那随着你穿上的时间越久呢 香水里面那个湿漉漉的 又带有绿意感 年轻的香根草气味 就是整瓶香水的一个主体啦 在这里你除了能闻到了香根草 搭配着肉豆蔻的香气也外 你还能闻到了背后比较沉稳的 稍稍带有阳光底下那种温暖感的琥珀 再加上粉粉的鸢尾和檀香木的木质调 它是一瓶呢18岁到80岁都会适合喷上的香根草香水 也是一瓶呢无论是正装打扮还是休闲的活动 都很适合穿上的香根草木质调啦 那今天最后的一瓶男生的评价好香呢 我选到的是一个玩味十足 很适合你穿上它去clopping 去party的一瓶男香啦 说的就是Moskino他们家的Toy Boy这瓶香水啦 那Moskino他们家的Toy这一个系列呢 我也出了详细香品影片了 这瓶香水啊 如果它不是装在了Moskino的这个瓶子里面的话 让我闻到它的气味 我绝对没想到它会是一瓶商业香 整瓶香水的气味呢 我感觉层次是蛮丰富的 香彩表呢看上去也蛮复杂的 但我可以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它 开出的时候你先闻到的 其实是一抹非常可口的 明显带有梨香气的 VC的那种香槟酒的 一个具有欢乐气氛 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的酒香气 接着随着你穿上的一小时一个半小时 这种具有梨香味的香槟酒气味 就会慢慢的变淡 但依然存在 衔接到了这瓶香水里面 精油、宫丁香、肉豆蔻 这一些的辛香料 搭配着暖暖的懒香汁 与一个粉粉的檀香木 还有干燥的香根草气味 随着你穿上的时间越久呢 那个酸酸又充满了暖意的香脂感 就会变得更浓烈 完全就让你闻到了一个 玩世不恭又自带性感魅力 带着同性感的一个男人的气味 如果想要在商业香水当中 找到一个独特的存在 想要穿上和别人与众不同的气味 想要别人能通过了香气 在party当中寄住了你 那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Moskino他们家的Toyboy这瓶香水啦 好的这个呢就是 我心中非常值得入手的 食品男性的评价好香啊 那不知道你心中爱的 享受穿上的 想要给我们种草的评价南香 又有哪一些呢 希望你都不吝啬在留言栏 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讨论 向我们种草咯 那希望今天这个小小的影片 对你选择产品上面有一定的帮助吧 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给我一个赞订阅 并分享我的频道咯 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 拜拜